这些的意义已经不是单纯的环境保护的意义 它会影响城市的发展 副总统赖兴德今年三月才在近邻城市国际峰会 大谈对抗气候变迁 没想到现在却传出突然放鸟21号即将登场的 总统参选人气候政策辩论会 就是这张主办单位释出的文宣 不只放上赖侯科三人照片 辩论会流程也写得清清楚楚 时间就在21号下午2点到4点钟 8月31号的时候在媒体上看到三番会合体 我们感到很错愕 也有立刻联系了主办单位再度表达 我们并没有承诺要出席的立场 过程当中一直都是有共识的在往前推进 抽签的当天现场主办单位就宣布说 赖伴经过来回的沟通 在今天早上确认不来了 那包含了我们侯伴 现场的公民团体媒体高层全部都傻眼 科办班出会议记录打脸 8月底主办方邀约各参选人办公室 9月22号第一次协调会 活客阵营接派代表出席外 赖伴则由晋办政策委员会 副研究员黄胜军参加 怎么第二次协调会议登场前夕 临时反悔不来了 你说不来就不来 要怎么让别人相信在你执政之后 愿意诚恳地面对人民 派人去参加这个幕僚会议 主要是我们希望能够初步了解 这个活动的形势跟如何进行 就算主办单位事后澄清 赖团队确实未曾答应出席活动 希望相关政党别政治操作 侯友宜没打算轻易放过 主办单位突然取消了 是不是耐清德给人家压力 勇敢参加嘛 我都穿担你 赖侯科王不建王同框破灭 三方战火照样引爆 静春正报告